還有你看到烏克蘭太慘了 徵兵年齡又要往下調到了二十五歲 真的一代男人全部都沒了 另外烏克蘭的這個部隊 跑到英國去接受城市作戰的訓練 我在想現在城市作戰 誰會比烏克蘭的士兵還有經驗 以及這個伊朗的這個自殺式無人機 攻擊了以色列的這個F15的基地 記不記得我們才剛跟大家講 美國政府要出售50架的F15戰機 給以色列 這是一個故意性的一個行動嗎 當然這樣美國對於以色列 我剛剛講說F35有三種型態 ABC美國海軍空軍還有陸戰隊使用 另外還有一種很特殊的叫F35I I 對有這種型飛機 這種型飛機只有誰有 只有以色列有 那個I就是以色列的意思 就美國特別為以色列 量身訂做他的F35 因為以色列在那個地方 他不需要隱身 他要的是什麼 就是我能夠直接攻擊到這個伊朗 他需要這種戰機 而且直接所以美國特別為以色列 其他國家都沒有 跟他在好英國或其他這些國家 他賣F35都沒有 就給以色列他專門量身訂做F35I 讓他可以直接攻擊伊朗的這種款式 量身訂做 那現在賣他F35 F15來講的話也是針對伊朗來的 讓以色列在這邊 那我特別要講說伊朗這次來講的話 你看是誰先發動攻擊的 是以色列先去炸伊朗大使館 那以色列為什麼要去炸伊朗大使館 然後他沒有預料到說 這個黎巴倫真主黨 或伊朗會對他實質攻擊嗎 他當然研判到啦 對不對 他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要把你美國繼續拖進來 他不要讓你美國離開以色列 不要讓你美國離開中東 我們現在都很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美國想要拖身嘛 然後讓你以色列 不管是拜登講的話 或者是最近這個尾巴衝突來講的話 美國來講在聯合國的安理會 也已經投下棄權票 但是很明顯就是 你既然要拖走的話 我今天以色列就把你繼續拖進來 我去炸伊朗的大使館 讓伊朗來講對我實質攻擊 你美國就不得不繼續留在中東地區 你不能從此拖身 我覺得以色列打的目的 納坦亞胡打的目的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背後來講有很大陰謀 那哲倫斯基這邊來講的話 我覺得俄烏戰爭今年來講 應該是會到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分類點 不管是烏克蘭來講 現在來講 他的這個徵兵的人員 對不對 已經很慘了 包括女人都要去當兵 都要上戰場 人啊錢啊 武器都快到了 囚犯啊或什麼 美國對他志願也已經漸漸減少了 那二號到五號 現在遼國副總理到了 越南外長也來了 東地文的外長也來了 接力訪華 還有一個最新的報告 二零二四東南亞太事報告 有個題目蠻有意思的 如果不得不在中國 美國之間選邊站的話 那在這個報告裡面的一個 這個民調是中國是首選 非常赤裸裸有沒有 中美之間你選誰 二選一 不能複選 我就選中國 所以這個是在二零二零年 這個報告 這個題目以來 第一次中國超越美國 過去都是美國 講到東南亞這些國家 有個蠻有意思 跟越南有關 一個中國大陸知名的大V博主 就是流量很高 很多追隨者的 入境越南就被越南的海關 把他的護照痛摔要錢 他態度非常的強硬 拒絕交錢 而且他那篇寫得很長 他觀察 他說其實對其他的白人 歐美的遊客都沒有這樣 他覺得這是針對中國人 那當然另外一頭 這個越南政府 這個對中國大陸的一些 這個基建的部分也很嚮往 越南政府就是說 中國這個鐵路工業 是世界上最發達的 希望學習到中國的經驗 他們一個官員 最近到對投資 計畫投資部長去訪華 就發表了這篇聲明 有沒有 當然目前已經規劃了一條 一千五百多公里 貫穿越南的南北高速鐵路 再跟中國商務部 還有這個鐵路建設集團在討論 我先講一下 就是我看到菲律賓海警 發言人講那句話 我覺得很好笑 說菲律賓這樣的民主國家 言論和媒體自由 有很高的價值 我看到這句話都很想笑 在1986到2019年間 菲律賓光是記者 死掉了165個 這個國家告訴我 你尊重言論自由 你在講什麼 你們專門殺記者 你們平均一年要15個記者 所以菲律賓根本就是一個 非常不尊重言論自由 而且根本藐視媒體的一個國家 媒體只要不聽從政府的一些指令 記者往往莫名其妙就被暗殺掉 所以你還好意思去跟人家 扯什麼言論自由 我還挺佩服你們的 那當然對東南亞這些國家來講 他們其實慢慢也看得出來 也就是過去 其實東南亞大部分相對比較親美 那現在為什麼慢慢慢慢轉變 雖然這個調查 其實你仔細看 他比較喜歡中國大陸是50.5 對 然後喜歡美國是49.5 其實兩個才差1% 但是這已經呈現一個逆轉的趨勢 為什麼 因為東南亞這些國家 他現在 慢慢開始都要進入他的經濟發展 很多國家都希望能夠增進他的基礎建設 能夠促進他的經濟更進一步的成長 那過去他們一直以為美國是可以幫他的 實際上這些國家 其中有很多過去一直接受美國的一些援助 可是問題是這些援助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幫助他們 而且美國這幾年給的援助越來越少 實際上在上個世紀 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日本也經常到這些國家來設廠 希望所謂的提升當地的一些生產水準是什麼 但日本的經驗結果是失敗 日本後來在東南亞這些國家發展都不是太好 反而隨著日本自己的經濟泡沫化之後 他們很多的撤退 那對這些東南亞國家來講 他現在最有機會幫助他們的國家是誰 就是中國大陸 特別中國大陸是基建狂魔 全世界都知道 那這些國家最需要的就是 如果我的基礎建設能夠起來的話 我的產業就可以再升級 我的整個經濟又可以進入下一個層次 下一個階段的發展 那所以中國大陸的幫助 對他們來講就異常重要 所以印尼亞灣高鐵的成功 對東南亞這些國家來講 就是一個很 滿震撼的 對 很震撼的一個起勢 如果印尼可以 在印尼可以成功 因為實際上印尼以前曾經尋求過 別的國家的幫助 當時也不被看好 是啊 當初全世界也認為你 大陸在那邊是弄不起來 結果大陸就是弄起來給你看 所以相對他在印尼能夠成功 那同樣的經驗是不是可以複製到 越南 柬埔寨 其他東南亞這些國家 所以每一個都對中國大陸抱持這個希望 所以你就會看到印尼的總理 人家根本雖然當選了 還沒有正式就任 就已經眼巴巴跑去中國大陸 然後越南現在也講了 他希望中國大陸能夠協助他建這個高鐵 你看看 越南本身就是一個狹長的國家 所以如果能夠建一個高鐵 直接把它貫穿起來的話 那個對越南連結南北的這個經濟跟工業 然後再重新做下一個階段發展 這非常非常重要 那美國也曾經說 誇下海口說 他想要幫印度來搞這個事情 可是問題是 美國連自己的高鐵都沒搞定 對啊 你怎麼可能去幫人家 你覺得別國會相信這件事嗎 美國自己要建高鐵 自己都建不起來 所以對現在全世界這些國家來講 中國大陸對基建的這個能力 而且中國大陸願意給你貸款 或其他的方式 這個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會向中國大陸這邊靠攏 是有這些他們實質利益上的因素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的話 美國想要去爭這個利害 我覺得恐怕是很難的 為什麼 因為這幾年你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在對外援助 除了烏克蘭援助他特別多之外 都是人家被打了半死的國家 援助他多一點之外 其他都非常小氣 像上次我明年講了兩年以上了 他找了東盟十國來 結果總共只打算弄個一億美金 對 他常常這樣 什麼島國也是一樣 對 你覺得現在這些國家 早就非無瑕奧盟了 你怎麼會認為 區區給人家這麼一點打發要飯 人家就會聽你 而且給點錢 而且條件還非常的多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交扣喔 請下班TON には 正在 入阶 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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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